现在成功的有没有 有啊 我见过 我还听到过有几个人 没见面 都是在网络 在微信电视 他们抓到一个秘诀 夜门深入常识训绣 十年八年 他这久了 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是修学环境 自己能什么事情不闻不问 定下心来 在这个地方读圣经书 有人护持你 意识住行 有人照顾 这到哪里去求 短时间的照顾 容易找到 没有长时期的照顾 你怎么会成就 你们同学都晓得了 我是跟三个老师学的 学成之后 如果没有韩官长 三十年的照顾 我就没有了 不是还俗 那就是去赶尽参佛寺了 不可能 不可能在今天还在研究 警察 警察 给大家在一起分享 所以我深深感受到 护法的人重要啊 没有人护持 你不会成就啊 有人护持 你自己正干 欺而不识 你决定成功 所以我今天在想 我们的学院 指示 佛物的人员 我们要拼净 让出家人 什么事都不要做 都说 我来供养大家 供养大家 圣灵 你们圣灵 真正懂得 不难 长三个根 学文英文 文英文用经典可以 用祖师大德的作品 也可以 英国那是文朝 偶尔大师的 连迟大师的 这都是明末清楚 连迟大师的 连迟大师的 著创随笔 写得好啊 不难懂啊 欧一大师的 欧一大师的 总论 林峰总论 平平都是好文章 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学者 在家同学 要到这条路 读书求求 也欢迎 我们也发行 供养你 你到这个地方 定下心来 深年 不出门 如世道的经论 专攻一步 学道的 学庄子的 庄子的文章好啊 一流的作品 老子道德经不成 八十一篇 总共只有五千多字 背这些文章 都很好吗 这都可以做文英文的 基础 入门 我们是半路出家了 不是从小乍根 从小乍根 容易 我们现在都三十以上了 四十岁 才发现 来得及 不是来不及 四十岁发心 五十岁出来就好 五十岁发心 像六十岁成就 六十岁原居士 五十五岁发心 六十五岁成就 给大家做出最好的榜样 感谢观看 难度 更是 无筺 五十岁当